大家好 我是凱音 大家好 我是Justin 歡迎收看同學出任務 如果到現在不知道我們互換的身份 就代表說我們不太有名 好 沒關係 那我們今天在哪裡呢 我們今天來到PWI桃園的中原文創園區 我們今天要體驗的活動就是 科技藝術街 那我們就要歡迎我們的策展團隊佳儀 佳儀 大家好 我是這次台灣科技藝術節 策展團隊的成員叫佳儀 那我想先問問看兩位 就是你們覺得科技藝術節的第一印象是什麼 應該是就是因為我們台灣其實那種 科技蠻厲害的 會不會就是結合我們 AI之類的東西 台灣科技藝術節一直以來 都是跟全球的脈動發展非常的緊扣的 那像是今年2024年 就是一個超級AI狂潮嘛 所以像是人工智慧啊 機器學籍這些都是 現在非常夯的議題 就是希望可以透過邀請藝術家 分享他們的創作思維 然後跟這些科技的領域的發展 那去做結合 來讓大家可以更能接觸科技藝術 然後希望可以達到一種 科技跟藝術的文化評級 哦 這種level up 那像我們今年主席叫做 超治癒一場人與AI的競賽 超治癒它其實就是一種超越人類智慧 最水準的一種人工智慧系統 那這個系統通常會跟 像是未來學啊 人工智慧研究 還有像是倫理哲學的討論有關係 超智能的AI 它其實在理論上是可以模擬人類 其實我們都蠻歡迎大家可以到任何一個展間 先從自己有興趣的展品 或是作品先來觀賞 那先透過自己的體驗之後 如果有想到什麼樣子的問題 再來詢問我們展間的工作人員 那我們馬上就來科技藝術節的體驗吧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哇 這個地方也太大了 這是上帝之眼嗎 哇 我跟你講 我搭很多電玩 你要看到這種畫面 然後它中間有一個東西 我們一定要有一個東西塞進去 這邊這邊 這邊有一個洞 我相信每一個人都是宇宙中的靈魂碎片 來地久感受生活 最近的話是H1互動媒體 有一個圖像 然後再用比較就是 多從裝置的多媒體的方式 來就是展現給我們看 欸 我這次不特別尷尬 欸 哪有雷水耶 我變外國人了 哇 好像這裡要變魔術耶 欸 有耶 真的變難了 喔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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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好風景 欸 你不要每次這樣講我 我會害羞啦 謝謝你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哇 這邊很多照片 這間作品是 謝宇婷的美好風景 那它其實用到的AI技術 是一個叫做 深層填色的技術 我們通常在拍照的時候 是不是人有這樣子 四成六的大小 是 所以呢 藝術家他就想要問AI說 欸 那在這個四成六以外 AI所想像或是他看到的風景 跟我們自己心目中的那片美好風景 是不是一樣的 那這次呢 因為是 搭配黃客技術節的作品 所以呢 它其實都是拍攝像是 中立或是黃客在地的一些景色 然後就搜尋進去囉 好 你去搜尋 我來看一下喔 那是不是這樣每次放上去都不一樣 你會看到的景色不太一樣 這個是桃園的哪裡啊 這個是一個商場 它有它上面的那個時鐘 因為我們很常 這邊會有一些桃園 可能是在地的學校 或是團體會來我們這邊導覽 那我們每次問他們說 欸 這個跟你印象中的有沒有一樣 其實都有點不同 對 因為這片風景 其實是AI它所想像生存出來的 這件事情其實我們也在討論說 AI它認定的美好 跟我們人類認為的美好 是不是一樣 是真的有有有 有一點落差 看得出來 比如說我們照片就有到這裡 這幾個東西 這幾個東西 然後它旁邊是它自己想像出來的 好酷喔 而且它左右不一樣 對 那我們換一張 好 換你的 換你的 哇 這邊是什麼 這應該是花的靈魂的傘 你看看這個麥克風 我們這種該不會是講話 然後它就會有不同的畫面 是講話還是唱歌 花的靈魂這件作品的概念 其實是來自於說 就是 就是我們的 對每個人生命中 就是一個可能非常重要的人事物 帶來的影響之後 在我們心目中 很像是留下了一個花田的這種感覺 對 這個藝術家是以生存式演算法的方式 透過去給予AI資訊 所以就像剛剛你可能唱歌 或是你跟他講一段故事 那他可能透過一些文字上面的一些重點 像是心情啊或是視覺上面的元素 來去生存他覺得花的模樣是什麼 除了用3D的方式之外 觀眾也可以直接踩上去 有點像是身歷其境的感受 這個很漂亮 請問他聽懂英文嗎 應該可以吧 他如果聽得懂中文的話 那我還是用英文 中文啊 好 因為我中文比英文好 唉唷 這AI他的想法可能就是跟我們不太一樣 所以呈現的東西可能跟我們想像 就是有一些落差這樣 我們剛剛體面玩三個主題 那你覺得怎麼樣呢 因為你看最近人類才開始接觸到這種 AI啊 所以還在一個很 是好的還是是不好的 會不會給我們好的印象 還是不好的印象 但是總是很期待看未來 我覺得科技技術解就是也是會給我們一些心思 這個東西對我們人類會不會造成一些不好的東西 這也是值得探討的 但是我覺得不能因為害怕就不去探討這個東西 所以呢還是非常建議大家可以來親自體驗 除了我們的14件展品之外 那我們有一些戶外展品 它其實在晚上的時間我們都會展出到10點 那晚上的時候它的整個燈光效果 講義效果會更漂亮 歡迎大家就是如果是重目鏡也可以來這邊走走 那我們活動到10月13號 每個週末都會有不同的教育推廣的工作方 歡迎大家報名參加 那另外也很想跟大家分享 我們像是在9月28、29號跟10月5號、6號的晚上呢 會有無人機的展演 那比較特別是我們會有收藏的擺台無人機的裙飛 那這個裙飛呢會有不同的無人機去排列出 屬於桃園這邊的在地意象 很歡迎大家一起來看 那我們一起來體驗我們科技藝術節吧 我是凱依 我是賈斯汀 我是家儀 嗨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